今天反弹声浪很大 那么马总统晚上是到了台南县来参加了一个 这个日本动画片的首映会 结果在现场看到的最新画面 出现了民进党团的台南县市议员 聚集了数百位的民众来到场外 来抗议美国牛肉进口问题 最新的现场情形 我们要联系给记者高孟柔 好了主播 总统马营就晚间来到台南县里的文化中心 来参加日本技师八田羽衣动画会的特应会 不过在场外呢 我们看到聚集了数百位的民众 是针对美国牛进口的事件来跟马总统抗议 甚至要求马总统下台 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形 好我们看到外面外场是聚集了数百位的民众 不过呢因为这个是没有经过申请的机会抗议 因此呢是拉起了层层的铁丝网将民众聚集在外面 因此是他们无法影响到马总统的任何行程 马总统是非常遥远距离 你看到他们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 那不过我们看到这些民众呢 主要是由台南市议员 曾经涉嫌推倒张明清的王定宇是议员 以及前县长陈唐山 还有曾经扯掉秋衣假髮的黄永田来这边聚集抗议 那不过呢并没有经过申请 那稍后他们也在这边等待马总统出来 再进行另一波抗议 以上县长最近请请将镜头交换给红队主播 好我们谢谢孟柔最新联系 雷